你给了我很多惊喜 我很快乐 我们大家都是朋友 朋友之间不用这么客气的 可我想的不只是朋友 嘉辉 喂 这么晚了 怎么了 我在等你 等我 我有话想单独跟你说 什么事 谢谢你送我回来 要不然你先回避一下 路上小心 慢走不走 陈华等说啊 赫顿今天挺累的了 早点休息 明明见啊 你今天 你先 你先说 那我先说吧 你背后藏的是什么 被发现了 发现隐藏的真相是我的专业 这是我为你做的 陈卢斯佛罗斯的白云盒 谢谢 我在做这支白云盒的时候 无数次地在想 我把它送给你的时候 我该说些什么 你看到它会有什么反应 你会不会喜欢 但 即使你现在看到它笑了 我还是担心我能不能把内心 最真实的想法告诉你 何顿 其实这段时间跟你们生活在一起 我很开心 你给了我很多惊喜 我很快乐 我们大家都是朋友 朋友之间不用这么客气了 可我想的不只是朋友 赵辉 今天太晚了 早点休息吧 八一哥很漂亮 我们有什么以后改天再说 晚安 快点吴 八流 快点儿 快点儿 我不想 不要 我 听风的旋律 缓慢坠落 树叶的声音 对 看 阳光清晰 你干吗突然练武术啊 我可是你的搭档 搭搭档 怎么能这么狠心取别对待呢 踏踏你脖子吧 都是会 如果你有一天呢 需要一个特别的听众 你就回个头 我一定在 那些回忆 那只跟没戒没患的病 那些不懂装动的问题 那次不经意看到的叹气 那些惦叶 那些回忆 那深藏心里的小秘密 那忧伤却美丽的雨季 那总该面对不舍的便利 那些奠定 那些回忆 那只跟密切没患的病 那些不懂装动的问题 那次不经意看到的叹气 那些天地 那些回忆 都要你 都是你 嘉辉 我想跟你说一件事情 我有喜欢的人了 对不起 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 你再说对不起 我就更加无敌自然了 刚才我的心跳得都快烧进来了 被你这么一句话 给消灭了 给消灭了 谢谢你啊 贺顿 能够这么坦诚地告诉我 你有喜欢的人吗 嘉辉 对不起我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你说 我很珍惜你的这段友谊 我跟莉莉都很珍惜 这段时间 我们特别感谢你 我觉得你把我们照顾得太好了 我跟莉莉都很依赖你 就像你说的 你很开心 你的生活中 我们的存在 我们也很开心 你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希望我们可以是一辈子的好朋友 可以吗 就是便宜潜开衣那小子了 就是便宜潜开衣那小子了 但其实我也挺喜欢潜开衣的 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 我这段时间跟你们生活在一起 经历的事情很温暖 明白 其实我这段时间经常在想 我要是一直能生活在这里 跟你们住在一起该多好 我以前 我喜欢这样的生活 我喜欢这样的生活 感谢的话 以后再说 感谢的话以后也不用再说了 咱们是一辈子的朋友 朋友之间客气什么 那你能说一下朋友送你的白衣盒吗 当然 有一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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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个过分的要求 能抱我一下吗 好了 晚安 晚安